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的出货量不到500万件 但预计到2022年会成长到2500万件 台湾生产的机能部已经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纺织厂 不只是在做机能部 而是结合科技 跨领域整合专业生产智慧一 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 希望穿上智慧一 能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 让你清楚看到我现在所real time的心跳 还有我是属于有氧还是无氧 它会用颜色来表示 然后另外是它有时间 还有你的整个轨迹的记录 这是一款专为喜好运动的人 打造的智慧一系统 为什么称之为系统 因为一环扣一环 首先生理数据会透过织布里的 金属纺纱收集讯号 再传送到智慧一胸口前的接收器 最后透过蓝牙传送到智慧装置 就是它其实就是一块布 但是你没办法想象到它确实一个 确实电竞片 业者强调金属纱线非常的细 只有法斯的十分之一 与一般的纱线争织在一起 因为要搜集审理数据 所以衣物也得贴得够紧 做成一件衣服的时候 我们不是绑住只有胸部这一边 我们是整身让你fit住 而且可以加速你的运动的协议循环 智慧一的市场除了让预估 预估从2017年大概不到500万件 那到2022年的话 我们预估是会成长到2500万件左右 那这个年复合成长率大概是在45%左右 产业分析师认为 全球智慧一市场将会倍数成长 纺织大厂看准商机展开布局 而国内研究单位包括防纵所 以及工研院都在研发并且做计转 工研院的智慧一去年获得素油科技产业 奥斯卡支撑的全球百大科技研发奖 RD100的奖项 关键就在于他们的衣物不需要紧贴 也能搜集到生理数据 有一个很重要的精髓 就是工研院的量测中心 所研发出来的一种用微雷达的方式来量测 所以我们的应用范围 我们衣服就可以有一点点宽松 也不用绑 大家就不会有不舒适的感觉 天线已经藏在这里头了 然后我们把模组装上去之后 因为我们如果以这个非接触式 我们可以量的就是以呼吸心跳为主 iSmartWare的感应模组包括了天线以及控制器 测试人员原地小跑步 手机里马上就看到数据 他现在就可以看到到 他的呼吸已经变成二十几下了 然后他的心跳是从六十五一路下来 因为我平常有在运动 我心跳反而就比较慢 工研院的智慧系统是利用控制器送出脉虫电讯号到天线 再以雷达回波取得人体审理数据 因此不必紧贴皮肤也能量色 来我们进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不到30秒具有导电功能的天线印制完成 看起来很简单 但核心技术在于配方的研发 也就是上面那层奈米引涂料 印刷好天线会以热压的方式印在布上 形成天线纺织品后 柔软的布料穿起来更为舒适 如果没有这一块布的话 以传统的方式它是做成一块软板 那是硬邦邦的 这个天线纺织品强调是耐水洗的 但真的是不是有这样的效果呢 我们来做水洗测验 好我先打开水龙头试试看 搓一搓 其实我刚才是蛮用力的在搓 但是现在看起来真的没有改变 经过水洗之后这块布整个都是湿的 但真的是不是还有导电效果呢 我们来烘干试试看 经过五分钟已经完全干燥的天线纺织部 再进一步测试导电性 答案是 电阻非常的低 它现在是小于1欧姆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天线纺织品 它接收讯号跟发射讯号所需要的一个电阻值 目前智慧一在全球的主要应用领域分为四大项 包括了健康照护运动健身安全防护以及生活时尚 像是消费性电子类 而公研院的这项研发已经寄转到知名纺织大厂 并且与常跟医院合作进行人体试验 未来希望能应用在健康照护上 在那边测试已经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 公研那一块还有一些要去改良 那我应用的这一块 再稍微微调一下 我们都已经可以了 身为纺织界的股王智慧一 何时确定上市还是余待保留 但是他不会言智慧一要克服的挑战并不少 拓展的这一块交给我们产业界 我们在拓展这一块 我们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 某一方面的 你政府完全不计注这个案子 平安讲要跟产业界 说产业界要百分之百来复习这个真理 因为那很多是一页结合的东西 并不是那么简单 从2016年以来 台湾各大投入智慧一的纺织厂 几乎都迈入人体试验阶段 克服不少难题之后 在实际应用领域 已经逐渐看到成果 虽然智慧一的研发难度 以及资金成本都很高 但是面对这一块市场大比 纺织大厂没人缺席 想象一下穿着衣服 多重慢性病患的心律数值 就能完整监测 再搭配手机APP 让相关数值上传云端 病患穿上智慧一 就可以在家进行心肺复健 让不少原本想放弃复健的患者 提高了复健意愿 不过从研发技术到商品化 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目前这些人在人体试验阶段 期待这些新技术 能尽快走出实验室 走向市场 实际应用在医院和居家的健康照护 纺织综合研究所 秀出最新研发的智慧一 针对的对象是职业级的运动选手 在手机上直接显示 我们腿部的用力程度 然后还有他的心脏跳动的 这样的一个强度 测试人员唐先生 自己本身就是业余的三铁选手 还参加过90多场的马拉松竞赛 运动选手训练时的需求 他感同身手 你如果说你不知道你的心跳 但是你凭着自己的感觉的话 你会跑起来 就会所谓的 我们所处身所谓爆掉 你就在后段你就跑不动 这款会发光的智慧衣 也是研发新品 手臂上的光藏有玄机 到运动强度只有50时 就是绿光 但如果加快呢 强度接近八成时变成蓝光 再快一点呢 就马上变成红色 代表使用者已经达到最大的心跳数 就是我可以不用一直拿手机一直看 因为这样子其实 在路上跑步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对那我只要看我的那个旁边的灯 我就会知道说 我有没有到达我想要训练的一个程度这样子 访纵所15年前就投入智慧衣的研发 2006年开始与产业界合作 从最简单的两侧心跳到发热智慧衣 发展到2010年时 与物联网更紧密结合 渐进式的发展 智慧衣在纺织界越来越成熟 这件智慧衣除了能提供运动跑诊 心跳以及运动强度上的数据 其实在医学临床上已经有医院在进行测试 未来渴望可以被采用 台北山军总医院就是仿纵所智慧衣的人体试验场域 测试者得先透过传统的心肺复健仪器 取得精准的最大心跳数值 在与智慧衣比对 我们大约测试了40几位病人 每一位病人我们都是每秒取样一次 所以一次完整的软身运动加上冷却时间 大约是30分钟 就是我们的系统跟我们的智慧衣 这样子比对跟统计计算之后 我们得到的性效度是很高的 这一天附健科内的诊监 有三位需要心肺复健的病人准时报道 每一个人的身上都穿着智慧衣 最大的帮助是第一个包乱 第二个它的讯息的这个接收 这个变成一个数据 数据就产生一个对往后这个诊疗上的一个帮助 这一套智慧衣延续仿纵所的研发 提供运动强度以及心跳数值 但别小看这个数值 对治疗来说是一大助力 就是要达到有效的心肺的刺激 一定要到达我们所设定的这个目标心跳数 那当然你超过这个心跳数 可能会增加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那如果你不够这个心跳数的话 你的训练可能就效益性就会降低 像今年60岁的刘先生 曾经发生三次的心肌梗塞 心脏里装了三根支架 穿着智慧Key 在家里就能放心复健 非常好 尤其在他们的训练之下 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大胆的这样骑 在家里有运动 譬如说要爬山什么的 就最好还是穿着它 这样的话你可以从手机上 就可以知道你现在的心跳 蛮好用的 主要是说因为你运动的时候 你不会监控你自己的心跳 因为像我们是有心脏有问题的人 那个心跳如果太快的话会危险 智慧医走进医疗照护应用 虽然还在试验阶段 但是已经看见初步成果 朝向临床应用迈进一大步 甚至包括了长照机构 也可以透过智慧医提升照护品质 手机里发出了通知 显示房间里有长辈需要紧急服务 照服员立刻奔向房内 七十岁的廖章辱华 右脚装有一支 因为行动不方便 四年前住进了养护中心 因为我脚走路不稳 如果说我摔倒还是怎样 我一按钮就会有人来救我 因为我摔下去我自己又跑不起来 阿玛阿公又不要下来 因为不担心了 这个又还有贴头有什么贴怎么样 然后这个有手机 我看手机就好了 他们有休息 睡着在里面 我在外面看手机就好了 他身上穿的背心就是智慧衣 除了中间的按钮 可以发出求救讯号 还能透过感测姿势的变化 取得各项资料 提高安全防护 包括未移动超过两个小时 夜间起床 离开设定的安全范围 以及上厕所超过15分钟 这些都会立刻发通知给教服员 他会接到一个警讯嘛 然后就说爷爷下来了 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就会赶快过去看 以前是老人家下来了 跑到厕所了 我们才知道 如何掌握长辈的动向 关键就在房间里的室内定位感测器 目前这个房间是有两个感测器 一个是在厕所 一个是在房间这边 就是床的中间 这一套系统目前以桃园这间 照护中心作为整体试验场域 而研发者来自不同专业背景团队的 跨领域合作 包括了长庚大学 纺织企业以及科技公司 透过三轴跟六轴的sensor 我们去侦测到老人家的特征 你可以看到这个衣服 不是仪德目前在使用的 那我们的装置就装置在这里头 把它固定在你的胸口相对的位置 就能够特别针对人也知干的部分去做辨识 希望说机构的这些人力 他不是在做奴才的工作 那我们希望说有智慧系统导入进去了以后 他们应该做人才该做的事 看到那些数据 启动适度的一个反应 长庚大学自公系负责系统的全方位整合 除了以养护中心作为试验场域 中国大陆南京也有医院 已经看上这一套智慧系统 寻求合作空间 你的身体指导也收到 你的医生也知道 那发生病的时候 那边的医生也可以看到你所有的档案 用这样的方式来照顾所有的全球的人 智慧医开创的未来蓝图 越来越清晰 除了走进医院辅助 复健治疗 在人力吃醒的长照议题上 也能让人力发挥最大效益 最终让病患获得更好的保障 解决生活问题 面对智慧衣市场 学界也跟上纺织产业的需求 调整课程内容 培育人才 知品系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服装设计 而是导入智慧科技 跨领域整合 课程有参与设计竞赛 然后同学们没有入围的 他还是可以做他的部分 有近50年历史的 辅人大学知品系 有了全新的改变 是从雷射切割 电脑刺绣 所有成衣缝合 高机能防水贴条 贴合热压的机器 所以其实我们这里跟业界同等级 智慧机能实验室 由纺织企业捐赠的千万设备 智慧的趋势 学界也得赶上 传统的剪裁改为雷射切割 接下来也不需要做任何的针线缝盒 这是热压的胶膜 然后可以做那种贴式的口袋 就不用车的 最后再拿去热压机那边 就是把它最后的固定 不论是机能运动一 还是智慧一 因为讲求轻薄 所以制作方法有所突破 利用热压机固定不但牢固 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缝线 也能达到美观效果 就是想说因为腋下很容易出汗 所以我想说在这里开动 可能会让它比较舒服 就是在夜晚的时候 在运动的过程中 也可以就是反光 然后提升安全性 就是用一个影像叠图的方式 去做一个数位印花 制品系的学生充分利用纺织科技 从雷射切割到数位印花 呈现在服装创意设计作品 我们的教育是跟着产业的发展 一起迈动 希望可以聚焦一个方向发展 其实就是智能化的服装 跟制品的这个 还有行销的发展 我们经由去业界参访 了解这些机器 然后就开始引进这些机器 让厂商来教老师助教怎么使用 去年学校也鼓励学生 参与新北市政府的精能纺织比赛 学生将悠游卡藏在纺织衣物里 一伸手就能感应 正向素品才受邀到德国展出 鼓励同学两个现在最明确的概念 一个是跨领域 一个是自主学习 智慧一的时代下 产业界也渴求相关人才 教学现场努力与实物接轨 特别是智慧一的特点 整合了跨领域专业 在学界同样道理 不只是知品系在改变 很烫哦 如果烫了要稍微按一下 大概几分钟就会感觉有热吗 大概三四秒就可以 这件有加热功能的智慧一 已经卖出了三千多件 还包括海外市场 像俄罗斯因为天寒地冻 已经售出超过一千件 这个电子的东西藏在这里面 然后加热的东西藏在背后 智慧一来自于台北科技大学 电子工程系研发者李仁贵教授 大方揭开智慧一会发热的秘密 提供给长辈能够保暖的功能 所以他能够调三段的温控 包含从45度 40度45度50度 李仁贵是国内学界最早开发出 智慧一的人之一 2014年推出第一代 经过不断的改良研发 功能越来越多 我身上这件智慧一 有一种特殊功能 就是我现在要去跑步 他可以知道我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请问一下我消耗多少热量 36步 191卡路里 这件智慧一除了有加热功能之外 还可以计算你的活动量 那这个时间点来做医疗电子 其实时间点是对的 半导体技术已经成熟了 无线通信的技术也非常的蓬勃 所以把这些结合在一起变更适合的一个发展 整合了跨领域专业这件智慧一 结合了纺织技术 电子电路以及资讯工程 提供四种功能 除了加热保暖 还包括计算活动量 定位系统以及紧急求救 李仁贵的另一个身份是在北科大育成中心 催化下成立的医疗科技公司创办人 持续孵化智慧一 回溯到最初的研发动力 其实是初次对父亲的一份孝心 身为病患的家属 李仁贵更能设身处义 贴近使用者的需求 除了持续研发生产 设立在校园的这间公司 现在有三分之一的员工 还都是北科大校友 学生在学校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累积一些实际上 实际上工作需要的技能 还有一些知识 这样对他以后 不管是到外面就业的话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哪一个系所的 电子工程系 对 为什么 是来这边上班吗 不是 因为我是老师的学生 对 那来这边的话 就是有点像是跟业界上接轨 对 那对来毕业之后 出去其实会有帮助的 台湾纺织业在世界上 有一定的地位 随着实在演变 纺织也科技化 如果要让台湾的智慧衣 在全球纺织市场 持续成为亮点 产学界的能量结合 人才培育接轨 也才能为产业升级 提供助力 智慧纺织 抢进医疗和运动的智慧衣市场 已经能从单一的讯息告知 和生理资讯的量化 进阶至心理层面的风险管理 未来这些智慧衣将会更聪明 也更贴心 随着未来长照人口的增加 智慧衣还要朝向预防医学迈进 为长照人口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 大海探索周报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